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星期天 老师到他家里做家访 一进门 就听见屋里边 啪啪的响 差点把那桌子给开梯 原来是小琪和他的爸爸打扑克 桌上摆的钱足有一百米 老师把小琪的表现讲了一遍 他爸爸一听木国旗 伸手就打王小琪 哎 你他妈的为什么不学好 我他妈的今天皱子你看 你他妈的还学习不学习 我们小琪一听不服气 站在一旁哭啼啼 你他妈的先别帮我打 你他妈的借米花灰爪来提上一把 你他妈的输入我一百一 这一把 你他妈的输入我两百七 你他妈的钥匙不还钱 我会问你这我妈妈就是你他妈的这个老东西 老师一听啊 小琪的问题在家里 耶